大家好,我是老高 本期咱们折腾下卡佩迪恩 双盘位mini NAS 首先看一下参数 有一高一低两档可选 处理器分别采用了N100和N305 小伙伴们比较熟悉了,不带赘述 内存方面由于Alder Lake只支持单通道 采用一根DD25 4800MHz笔记本内存插槽 一条M2-2242或2280 NVMe插槽PCIe 3.0x2速率 后置接口两个USB 3.2振2A口10Gbps 两个I226V 2.5G网卡 425毫米一拼口 一个TF卡插槽支持系统引导 一个HDMI,一个DP 还有一个板载的EDP 共三个显示接口支持4K60Hz 电源DC5.5x2.5 19V 3.42A 65W 下面我们开始啦 首先开个箱 包装箱被快递抖了一下 N100版本 8G内存 128G硬盘 整理一下 有个卡配件的小铁盒 上面标注为2280的M2散热片 打开看一下 红的散热器片还是挺拉风的 整理一下 所有配件在这儿了 电源DC5.5x2.5 含音叉的叉头 19V 3.42A 65W 大景品牌电源适配器 说明书一本 三明治式的M2散热片 上层是铜散热器片 下层地板 可惜隔着铝合金层不是直接与M2盘接触的 这样下层地板加一条导热垫 上层散热片加一条导热垫 M2盘夹在中间 就像三明治似的 配套的固定螺丝 电源重约196克 本体重约1425克 电源长约8.25厘米 宽约6厘米 厚约3.5厘米 本体高约11厘米 宽约13.8厘米 长约24.3厘米 整体比较小巧 只手可握 一体式铝合金机箱 表面细母喷砂 手感不错 不易留指纹 侧面和底面密闭无散热孔 前面底部有散热进风口 硬盘拖架双锁扣设计 两次卡扣同时按下才可以拉出地板 卡扣两侧有散热孔 拉出拖架 可以看到两侧没有螺丝孔位 或者是固定扣条 而是使用的小珠子固定 貌似叫做拨珠卡扣 专利设计 硬盘舱和背板 一会儿我们拆了看一下 看一下背面IO 橙色拉风的排气扇 用来排出内部的热空气 一会儿量下尺寸 电源按键软硬实中 19V电源插口 我试过12V也可以 一个DP 一个HDMI 支持4K60Hz 两个2.5G网口 两个USB3.2振2 3.5毫米一屏口 TF卡插槽 4个后面板的固定螺丝 底面两根条状脚垫 产品名牌 下面找块老硬盘 我们安装下试一下 免螺丝和扣条的 我们直接往上怼 对准位置 然后发力即可 卡的不是非常紧 又有缓震空间 找准硬盘龙轨道 给它推到底即可 再找一块2.5寸硬盘 安装也不麻烦 只需要对齐4个螺丝孔位 拧上螺丝即可 建议厂家赠送几个 固定2.5寸盘的螺丝 建议使用沉头螺丝 这样安装硬盘脱架的时候 避免扑起的螺丝 妨碍踏入硬盘舱 下面开拆 拧掉背板4颗固定螺丝 使用翘棒 小心起开背板 背板同样是铝合金材质 掀开长条脚垫 里边有4颗螺丝共8颗 扣开前面板 拉出主板硬盘舱 铝合金机箱矿体 拔掉风扇和硬盘插头 主板就可以拿下了 硬盘舱两侧有拖架轨道 硬盘舱主体部分非常锋利 建议厂家优化改进 另一侧的拖架轨道 HSC12V0.65R7020 PWM四线精英风扇 测量一下宽度7 厚度约2厘米 内存来自三星DT254800MHz 8G笔记本内存 四代硬盘 固德加 MRNVMe SSD PCIe 3.0 x4 128G 稍微小了点 装个系统来行 可以拆分成2242或者2280两个长度 拆掉CPU散热片4颗固定螺丝 可以看到CPU上有导致同块 散热片宽约8厘米 长约11.4厘米 厚约1厘米 散热尺压厚约0.8毫米 尺高2.6毫米 整理一下所有的配件在这儿了 下面看一下主要的芯片 G73624BE CPU核心电源PWM控制器 Intel R226V2.5G网卡两个 EC电源管理芯片来自IT8613E 负担为SOP8封装16MBIOS芯片 生卡来自瑞宇ALC897 比Roman级别稍好点 国伟G2 823K F卡 主卡控制芯片 国伯213EA 2S232通讯接口芯片 控控机里常用的 下面我们装起来 下面看一下自载电源 空载功率约0.3瓦 空载电压约19.5V偏高 下面家电上机 系统默认装的是 以OpenWrt为基础定制的iStoreOS 等待它开机完成 好,我们先测一下噪音 播放一下录像中的原声 各位小伙伴可以感受下 前面板贴脸测试 约50分贝左右 距离30厘米 约36.7分贝 下面插上键鼠 我们体验一下自带的系统 其实本质上它是OpenWrt系统 我们看一下插上网线 通过路由器DHCP 获得的IP地址为 192.168.8.61 当然也可以手动修改 或者通过路由器DHCP服务器 来指定这台NAS的网卡IP地址 比如我设置了管理地址为 192.168.8.60 使用web浏览器 打开如上的IP管理一面地址 首页上有网络向导 web端的share终端 方便输入命令行 内网配置 因为它本身就是OpenWrt 所以这些网络的基本功能都有 DNS配置 软件源的手动切换 这个功能挺好 省得我们自己去找 还有沙箱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开启 网络接口及磁盘服务 存储等一些的状态 在线固件升级 点击检查更新 发现新固件及固件的更新内容 日志 点击下载固件 等待进度完成 下载完成后会自动跳转 点击刷写固件 并保存配置 通常情况下小固件的升级可以保存配置 而跨大满本号升级的话有可能保存配置后是无法启动的 那就建议把配置全部备份出来 全新的升级再恢复配置即可 iStoreOS的一大特点就是iStore 应用商店 可以在维护页面中检查并更新 我们这儿安装一个软件试试 比如我们搜关机 点击安装 系统会自动下载 当边框和关门按钮是红色的时候 表示正在下载安装 当这个关门按钮和边框变成绿色的时候 表示已经安装完成 可以在系统下面看到关机这个菜单 点击执行关机即可 有很多应用软件 适合新手和懒爱晚期的小伙伴们 按需选择 在网络存储下 可以设置WebDAV SMB NFS 磁盘管理 组锐的模式等挂载网络共享的操作 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 相信很多小伙伴对这个系统也比较熟悉了 在熟悉上还有文件管理 这个比较好用 可以直接管理内置和外置存储设备里的文件 对挂载的硬盘进行格式划分区 另外还有Docker的管理 常用的几个菜单 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 老哥个人还是更喜欢 使用Linux Zero系统来安装使用Docker 最后我们试用一下系统菜单里的关机 它其实执行的是一条Power Off的命令行 好 系统已经成功关闭 下面核显制动和显制输出 这次我们以Android为例 插上Android的引导U盘 然后点击开机 Android的安装和设置部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可以看往其完整版的Android 和显直通和显示输出的教程 在虚拟机升卡设置直通的过程中 遇到不显示的问题 点击升卡显示为无 而EF.3升卡却出现在其他PCIe设备中 折腾过很多机器Android的直通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它应该显示在升卡的位置 尝试勾选它 启动虚拟机 装完虚拟的Windows系统 登录Windows 我们看一下 任务管理器中性能显示GPU 设备管理器中核显及驱动均正常 但是升卡不正常 其实没驱动 应该就是刚才直通升卡时 遇到的那个问题 期待厂家能修复 然后我们关掉Android 最近飞牛NAS系统很火热 我们也来体验一下 使用外置的NVMe SSD 用TF卡做一个Wentoy 然后把飞牛系统的ISO文件放入其中 插入TF卡 引导系统 进入Wentoy 选择飞牛的ISO安装文件 选择这个NVMe SSD 外置的RTL9210B1TB的硬盘 点击下一步 使用系统默认的分区大小 及虚拟内存交换区 点击下一步 因为我不想把内置自带的NVMe SSD 中的ISOOS格式化掉 来装飞牛 所以使用了一个外置的硬盘 结果遇到一个bug 一直卡在7%的进度 后面爆错 安装失败 确认硬盘盒 即NVMe SSD没有问题 期待后面飞牛修复下 话说上来就这么不顺利 只好把飞牛OS 装到2.5寸的ZATA固态硬盘中 下面安装没什么难度 我们一路下一步加速了 安装完成 我们从2.5寸ZATA盘引导 启动完成 可以看到登陆的IP地址 192.168.8.61 在浏览器中输入登陆的IP地址 8.61 交互的UI界面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初始化安装 首先设置管理员密码 然后点击进入系统 下面我们还是换采集卡 更加清楚 首先创建存储空间 老高这儿以一块外置的 1T NVMe SSD为例 因为我不想把内置硬盘中的 iStoreOS给格式化掉 同样情况 在安装到外置硬盘过程中 最后一步创建存储空间时 遇到报错 提示磁盘繁忙 跟刚才安装 飞牛NAS系统到外置 NVMe SSD上是同样的结果 其他方面的测试 很多博主都发过了 虽然老高也录制了 飞牛OS近两个小时的体验视频 限于视频时长 这里就不一一展示 很多优秀的方面了 比如交互界面和逻辑不错 常见功能的设置和使用简单 完成度不错的媒体播放 作为一个公测版的系统 能有这样的表现 确实配得上它目前的热度 彩虹屁这里就不说了 听点不一样的东西 对于开发组来说 更有帮助的是我们的问题汇总 一 外置硬盘 从安装到创建存储空间 均有问题 二 无增量备份 只能全部备份 三 飞牛影音 硬解转码性能强 甚至比Jellifen要强将近一倍 但是稳定性欠佳 四 部分功能缺失 比如虚拟机 相测高级功能 如AI的分类 人脸的识别等等 五 高可管理 缺少部分功能选项 如Jellifen手动安装时 需要设备硬射 DVDRI 捲染器 通路 它没有设备映射的选项 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小问题 狭不掩鱼 飞牛OS是一套 有潜力 有特点 有想法 有实力的系统 但是目前的公测板 还有一些问题 期待后面的版本 录去修复 老高业赞同知识和服务 需要付费的观点 只要NAS基本功能免费 势必然会吸引很多玩NAS的小伙伴 以及很多有定制系统需求的NAS厂商 希望飞牛越做越好 总结架 2.1小小紧凑 全铝机箱 免螺丝波珠卡扣 硬盘拖架 N100和N305两档可选 2.接口方面 2个2.5G IR6V网卡 HDMI DP双显示接口 4K60Hz 3.X86平台 可玩的系统软件都多 自带iStoreOS 赠送一年一有云会员 4.开放的BIOS 另可自选 Unread 飞牛OS等 5.Unread下跑虚拟Win CPU温度最高58度 待机45度左右 噪音方面 插入机械硬盘 贴脸约51分贝 距离30厘米 约37分贝 当不插入机械硬盘时 贴脸约低10分贝左右 6.多种应用场景 多功能小主机 NAS轻办公 轻虚拟机 O-in-1神器 老高建议 优化内部结构和做工 比如免拆机更换内存硬盘 硬盘龙的边角等等 2.直通生卡时遇到问题 建议修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 投币三连转发 这会对老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